戴笠九十二 响路飞飞博奖 孔二小姐正要抢嘴 一眼看见了戴笠 马上威胁道 你们小心点 戴笠在这 他是胡将军的好朋友 当心他宰了你们 顽固子弟果然收敛了 孔二小姐这才满脸堆笑的走了应酬 戴笠先生 今晚请动了你的大驾 真是不胜荣幸啊 戴笠客气说 孔小姐邀请哪有不来之理呢 孔二小姐对戴笠这个特务头子 一向不放在眼里 以前举办舞会从未邀请过他 如今准备嫁给胡宗南 也害怕他从中作梗 便不能不对他表示亲近 孔二小姐道 本来这个舞会是专为勤斋准备的 可谁成想他那边吃紧 真是 我心里总是有种怪怪的味道 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说着装出很委屈的样子 戴笠说 军人就是这样 秦斋是位很优秀的军人 戴笠知道孔小姐手下也有不少耳目 估计肯定是跟踪过胡宗南 只好道他看看我也谈过你 放荡不羁的孔二小姐听到这话 居然羞得低下了头 一会儿才抬起眼来问道 他 他跟你说什么了 戴笠说 他向我了解了你的情况 那你是又如何跟他说的 我说孔小姐天生豪放 女神男相 很像夫人 孔二小姐把身子移过来 手搭着戴笠的肩膀 追问道 那秦斋什么玩意儿 戴笠说 秦斋说 这辈子要么不娶 要娶就娶夫人那样的 我说感谢上帝 幸亏天底下还有孔二小姐 要不这辈子 你非打光棍不可呀 孔二小姐扑斥一笑 把头靠在戴笠胸部 拱了几下 不要感谢上帝 感谢我父母就够了 戴先生 谢谢你在秦斋面前夸我 说着 搂着戴笠的脖子 在脸上很亲两口 这时旁边的于淑恒受不了了 说道 雨农 他们都跳舞去了 孔二小姐一眼看见于淑恒 忙从戴笠身边绕过去 携了她的手道 啊哈 长得好标致的小妹妹 戴先生 她是你女朋友吧 怎么不早点介绍啊 叫什么名字 啊 叫于淑恒 淑恒 这位是孔二小姐 于淑恒很有礼貌的叫道 孔小姐好 就吻您的方明 今天得以亲近 我是非常荣幸的 孔二小姐说 别别小姐小姐的叫着 多见外 叫我姐姐好了 能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 我真的好高兴 你们谈 我不打扰你们了 于小姐 欢迎你来参加我的舞会 孔二小姐 一阵风刺的离去应酬了 沙发上 剩下戴笠和于淑恒两个 舞厅里 霓虹灯闪烁 华尔兹舞曲响起 一队队翩翩起舞的舞伴 如痴如醉 戴笠说 想不想跳舞 于淑恒摇摇头 一脸冷峻 那我也不想跳 在你身边比跳舞更惬意 说着用胳膊揽住了于淑恒 两人是在1938年 监训班的见面大会上认识的 戴笠自创办浙江警校后 很想再扩大规模 使其成为一个特务系统的 王浦军校 未代扩建 抗日战争爆发了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 在此形势下 戴笠不得不把警校也迁出 首先准备迁到长沙南门外 派娱乐省去视察 结果天上有日积轰炸 于是又选定常德北面 邻里县立中学为校职 派娱乐省前去视察 认为交通便利而且隐蔽 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 所以决定把特训班班班在那里 第一期受训学生一千多名 其中女性有二百多名 1938年冬天 戴笠第一次去特训班视察 第一眼就被于书恒的美丽和气质迷住了 然后设法将其调到身边 戴笠是个多情种子 极会讨女人喜欢 没多久便打动了于书恒的芳心 并占有了她 戴笠正和于书恒说着话 这时外面又跌跌撞撞走进一个女人来 而且一路叫喊 孔二小姐见状 立即命令乐队请止奏乐 正欲发火 那女人叫道 戴笠先生在哪里啊 孔二小姐插着腰拦住问道 你是谁 找她干什么 问爸便上下打量 那女人说 我叫周志英 是戴笠的未婚妻 孔二小姐 被她咄咄逼人的气势给压住了 欢和口气道 她在里面 由于乐队停止了奏乐 宽淡的舞厅里显得异常空旷 周志英的说话声 像是经过扩音器似的 引得众人一起朝她看 此时 于书恒已经停止说话 看看戴笠 有望望正向这头走来的周志英 周志英疯疯活活走来 一见戴笠 脸上立即堆满了笑 说道 于东 我找你好得好苦啊 好不容易才有时间 问你上山来了 我没有事 一路上就这样靠双脚爬上来的 走得我好累 有人说爱情力量最大 可不 我一口气爬上来 见到你就不累了 有人在窃笑 戴笠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内心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 由惊恶到厌恶 这道愤怒 这样一个长相平常 举止行为粗鲁的女人 在这种达官贵人云集的场所 公然声称是她的未婚妻 戴笠的脸色成了猪肝色 在众人的嘲笑里 在心爱的女人的醋意里 戴笠凶狠地说道 你来干什么 周志英一愣 见戴笠的态度很不友好 垂下头说 我想你 戴笠说 你怎么不去想你爹 然后大叫道 来人啊 话音未落 几个负责警卫的特务 随陶衣衫一席 站到戴笠面前 戴笠走上前 咬着牙 扇了两人一记耳光 骂道 谁叫你放他进来的 守门特务说 他说是老板的未婚妻 我怎么不敢放 戴笠一听 终于找着了发泄对象 走上前 拳脚相加 打得守门特务 满地爬滚求饶 还不肯放手 这时 胆小的酷小姐 泰特们 见有人打人 吓得尖叫着抱头离开 孔二小姐 见丢尽了面子 火气十足地走过来 对戴笠说 这女人到底是谁呀 戴笠说 就一个疯子 周志英大惊 叫道 我不是疯子 我和雨农是有感情的 戴笠转身 扇去两记耳光 打得周志英 眼前金花之帽 周志英捧着火辣辣的双颊 轻孔地看着戴笠 两汪泪水夺框而出 五池里的人 散得差不多了 戴笠意识到 把孔二小姐得罪了 令陶一山说 把这疯子抓起来 关进西方监狱 特务们一拥而上 把周志英制服了 但是她还是大声叫道 雨农 我爱你 我爱你 戴笠又道 把她的嘴堵起来 当周志英的叫喊声消失后 戴笠才回过神来 向孔二小姐赔罪道 孔小姐 对不起 全怪这疯子 搅了舞会 孔二小姐双手抱胸 一脸怒气 望着天花板说 客人已经得罪了 赔罪有什么用 戴笠说 孔二小姐嫌我怎么补偿 请讲 孔二小姐道 男人没有德行就是这样 招风引蝶 是要引火烧身的 我可不许秦斩是这号人 我只求你以后 少和他来往 就算是万幸了 免得会吟会道 旁边的余书衡 再也忍不住了 干咳一声 嗯 戴先生 我先走了 书吧 摆身就挤出了人群 对于戴笠来说 这叫祸不单行 急得他叫喊一声 说嗯 不要命的去追了过去 孔二小姐在身后丢了一句 这女人还算得有女人味 对付这好男人就得这样 话说自从重庆成了陪独以后 日本飞机开始时常骚扰 先是小轰小诈 继而狂轰乱诈 连蒋介石宋伟玲都没有宁日 不时要随警报声 躲入防空洞 这一天 戴笠接手了一桩案子 军统局南索的特务 破获了一起汉奸案 一对江南夫妇领着一个孩子 在日本飞机来临时 用热水平胆指引目标 结果导致飞机 飞临上空轰炸兵工厂 戴笠不加思索 就在上面签署了枪决二字 一会儿 沈罪进来报告说 老板 那对夫妻在牢里大喊冤枉 说他们不是罕见 戴笠恩了一声说道 叫冤枉也迟了 我已经签字了 拿去执行吧 沈罪正要离开 戴笠又叫住道 慢点 我问你 这个案子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沈罪向戴笠复受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 带着一个孩子在南岸同园局兵工厂附近乱坟堆里 躲警报 因为随身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 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玩 阳光照在水瓶杆上 发出一道道白光 恰好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了几个炸弹 南岸集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 他们到处搜寻 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发光物 便不由分说 断定他们是给敌机指引目标 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 又发现小孩井上有一根红头绳 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肩 这一下他们觉得是人正俱祸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个人押送到鸡查所时 这个女的再三解释 小孩身上带着铜钱 完全是家乡的一种迷信 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 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在那里轰炸 戴笠用笔杆撑着脸颊 坐在椅子上边摇边沉思 沈醉趁机道 老板这一家人是不是放了算了 戴笠身子向前一倾 马上把脸拉长 睁眼胸道 谁说放了 沈醉吓了一跳 不再吭声 一会儿戴笠用教训的口气说 这冰花马烂的年月 分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我们宁可错杀 也不要放过一个汉奸 俗话说 每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 国难当头就算杀错一千 一万也算不了什么 沈醉似乎明白的点了点头 又问 那个小孩怎么处理啊 怪可怜的 戴笠说 如果事情公开了 就送到孤儿院去 没人知道 就一起枪毙 留着他在世上 没有爹妈怪可怜的 人有时候还需要讲点良心 沈醉领命下去 出门时刚好和郑建民 撞了个满怀 郑建民目送着沈醉的背影 消失在巷子里 才转过头问道 雨冬 他来干嘛 戴笠把刚才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叹道 我们每个月拿国家这么多钱 不杀几个汉奸 怎么样全国人民交代 没有也得抓几个凑数啊 这一家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 郑建民也不多言 在戴笠对面坐下 递过一张纸去 叹道 诶 谁又是吃了豹子胆 你拿去看看吧 戴笠记过信 打开一看 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小商人 家里并不富有 但我仍然爱国 仇恨日本人 因此 当有关人士组织捐款的时候 我全家省之俭用 捐了五次航空救国捐 目的是希望政府购买飞机 抵抗日本 可是 政府买来的飞机都破烂不堪 还没有麻雀飞得高 一点都对付了日本人 听说买好飞机的钱 大多都进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宋美龄的药包 随便买几家老吊牙袋 应付我们这些爱国群众 一致弄得日本飞机 每天炸都没有办法抵抗 前不久 我家经营许多年的小商店被炸光了 唯一的女儿也被炸死了 如今剩下我老两口 风竹残年 无依无靠 天天以泪洗面 想来想去 这灾难都是宋美龄那个坏女人害的 心里的气没地方出 只好写这封信 出出自己的怨气 一位不幸的老汉 继续 继续